我不要走 我要吃两个蛋 你干嘛嘛 没干嘛呀 有这么累吗 想睡觉 为什么想睡觉 没有 别跑来跑去 紧张干啥 我又不吃了你 我跟你说个事情 你说没 我把我复口本带来了 复口本带来干什么 怎么嘛 我把我复口本带来了 你干嘛那么紧张 复口本带来干什么 你说嘞 复口本 是有什么事情吗 你心里明明很新手 你不要再给我装 我不知道 你是要我陪你去办东西吗 对啊 走 您正确 哈哈哈 你别吓唬我 我逗你的 你干嘛那么紧张吗 哎哟 我就问你啊 你把我当什么了 我就问你 你把我当什么了 当女朋友呀 当女朋友呀 当女朋友 我说个话你这么紧张干啥 没有紧张 我的头都晕死了 头 头晕吗 对啊 替你这样讲我头都晕死了 发烧了吗 发烧了吗 没发烧了 你不要给我弄了 你现在不老实了 老油条了 没有啊 人家摸发烧是人手背这样子有没有发烧 你就是 你就是这样子摸 摸别人头 这样不礼貌的 你就是这样子摸不礼貌发烧 你就是这样子摸不礼貌发烧 这人啊 那我又不知道 我没发烧 我就头晕 头晕 嗯 气血不足 贫血 那 要不然我 我做个鸡蛋给你吃 你怎么知道 头晕要吃鸡蛋 那我 我不知道 我就是 做个鸡蛋给你吃呗 不老实了 不是说 为什么头晕要吃鸡蛋啊 我怎么知道 我就心里想着做个鸡蛋给你吃呗 为什么头晕要吃鸡蛋 你告诉我 他说什么缘理吗 这个 这我还真不知道 你为什么不给我吃其他的 平民给我吃鸡蛋呢 其他 没有其他的吃 要问你是 是 刘雨财啊 挺有经验的啊 啥经验 我就是简单 做个鸡蛋给你吃就有经验了 我 我都不知道你怎么想 我们怎么想 又来又不老实了 昨天我在街上又看到你了 你看到我了 对啊 骑个摩托车跑得好快 我还三天都不点我 你我不知道 那你人不打我电话 我干嘛打你电话 我打扰了你干嘛 后面还坐了一个人 不知道是谁 坐了一个人 嗯 那你肯定看错 我怎么会看错 我连自己的男朋友都会看错吗 应该是说现在还不是男朋友 是不是 那是什么 词词的拒绝我真的是 讨厌 人家是巴不得 那我现在算什么吗 你说刘雨财呀 哦 我昨天没有那个摄影 要不然我煮个鸡蛋给你吃了 我要吃两个 哈哈 我出去看一下有没有吗 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吗 你说两个吃 你哪个母鸡下蛋才有吗 哈哈 你是不是说母鸡下蛋还没下出来你就把它弄出来煮了吗 哈哈 那里坏得很 我今天看那里有一个 走吧 我去看一下 看你们家母鸡是什么生辣的 哈哈哈哈 哈哈 我这里拿鸡蛋了 哈哈哈 去吧 干嘛 没有两个鸡蛋了 就熟了 都煮了五六分钟了 我有两个 我不要一个蛋 我有两个蛋 只有一个 我刚刚热热了一会儿它还没生出来了 怎么生的 哈哈哈 你擦不擦人吗 人家刚生下来的蛋还热乎着呢 你就把它给走了 哎你你你先吃一个先不说这个吧 熟的吗 熟了 好不好吃啊 是你们家老母鸡下的 嗯 老母鸡他为什么不下两个蛋吗 这 哈哈哈哈 你说你叫老母鸡呗 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不要走我要吃两个蛋 哈哈 哈哈哈哈 哎呀快点快点 啊脏死了 我不要哈哈哈 哎哪有脏啊 鸡拉到爸爸都没洗干净我不要 哈哈哈 他洗不掉了 我不要 快点吃 我不要 哎呦我特意给你嘴巴心了 你噁心死了不要拿走 哈哈哈 你剥了吗 我不吃噁心 你走你能不能把它洗干净 你再给我做熟再给我吃吗 就洗不掉了 我怎么知道了 哈哈哈 哎呦牛一财啊 我是佩服你啊 你能你敢吃吗 挺好吃的 哈哈哈哈 哈哈 这么糟肯定好吃啊 哈哈哈 这外面是成皮吗 哈哈哈 哈哈哈 哪儿呢 对啊 哈哈哈 哦